自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建起幸福大院,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百岁老人胡加木拉兹·买买提达曼开启了一样天年的日子。 眼下,新疆正是数九寒冬,走进幸福大院,扑面的是花香和绿草。 入住的老人刷着手机,听着音乐,聊着家常,除了岁月留下的沧桑,老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满足、平静与喜悦。 这是生活在海拔近4000米的38位塔吉克老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年生活。 居住在这儿的都是塔吉克老人,他们都有早晚喝奶茶的习惯。 幸福大院,按照民族餐饮习惯,每天为老人提供免费四餐,每天为老人清理房间卫生,每周为老人洗澡,特别是90岁以上高龄老人都是一对一的照顾,并夜间陪护。 冬季在市里打扑克,下象棋看书报,夏季在室外赏花草做运动,愉悦老人心情,每天测血压,量体温,听心音,了解老人健康状况。 我们去年8月份入到了幸福大院,然后幸福大院老人,我们老人特别高兴,因为幸福大院他们真正的得到了幸福。 该县阿巴提镇幸福大院院内面积1.56万平方米,有标准住房22间,床位44张,配有医务室、特护室、活动室、消防池等设施。 其中15人从管理、医护、保洁方面陪伴照顾老人们的生活。 今年已经73岁的爱伊里奇巴伊老人介绍,当时也有故土难离、老屋难舍的心情,但是来到幸福大院就再也不想回去了,因为在这里是老年生活最美好的时光。 该幸福大院只是新疆众多幸福大院的一个缩影。 幸福大院真正让农村独居、空巢、留守高龄老人过上美好的晚年生活。 幸福大院已成为新疆农村困难老人颐养天年的安乐窝。